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的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我是芒又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是世界時事多善逆的時間 第一則新聞,我看普京大帝應該挺開心 扎尼斯基可能 我覺得他應該挺不開心 因為經常要啊,要啊,要啊 要什麼? 西方援助 但是 這個是來自 歐盟外交關係協會 原來 針對 歐盟12個大國 為什麼 就是大國 立陶宛那些可能就不夠代表性 那麼就進行了 國家 民意調查 他也讓你挺擔心的 因為俄烏戰爭 我們節目出街就差不多是兩周年了 原來這個歐盟外交 關係協會 他們發佈的調查顯示 歐盟民眾 剩下 百分之十相信烏克蘭可以在戰場上擊敗俄羅斯 只是有九成 九成不相信 可以這麼說 那跟我們說的一樣 人是熱情冷卻 我想這個世界除了蕭若元和陸媒信之外 沒有人信 可能黃媒也信 原來這個 委員會 就看到 原來 對不起 原來 平均有兩成的歐盟民眾是相信 俄羅斯 是可能獲勝 而且百分之三十七的 這個歐盟民眾認為 俄烏衝突將以妥協方式解決 廢話 廢話 這個logical上就是這樣說 Logically就是這樣 你不是通過妥協 你可以怎樣 要不你就出了全部罪勁工去幫他 不過這樣 原來 最樂觀是甚麼國家 波蘭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樂觀 即是覺得 雖然最樂觀 但是 都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波蘭人認為 烏克蘭可以贏得 頂多那幾 都不到 都不到 現在是 少於十巴仙的人 覺得你會贏 現在多了七巴仙 最不樂觀 那當然是來自歐監 匈牙利和希臘是最不樂觀的 這份調查報告也看到 百分之三十一的民眾表示 歐盟應該支持烏克蘭 奪回被俄羅斯搶走的土地 但是百分之四十一的 歐洲人 認為 應該是推動烏克蘭當局和俄羅斯談判 即是 覺得要妥協的人都多過要 就這樣拿回土地的人 沒得說了 沒得說了 我看到一件事是 大家都覺得 真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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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其實已經是這麼多人 超過四成人覺得你要談判 你談不談 你談不談 當然 三成七的人都覺得妥協 包括談判 甚至是讓出土地 四成一的人都覺得 你應該 就是談判 算不算 這個談判是民心所向 因為他比說打贏他多很多 多幾倍 大反攻之後 得到這樣的 民意調查 都很正常 是吧 這個是事實 你打不贏 事實上 還有 令澤里斯基最不安的事情 之前都說過 政兵相當不順利 相當不順利 你現在 會不會有少少改善呢 他說明大反攻 都 不會繼續 會不會順利 少少 不用做炮灰 都不覺得 不好意思 很快兩周年 原來 優智藍儀 增雙重軍 這是台灣說的 當時說的 現在不是 其實說真的 就算台海有戰爭 我相信也一樣 可能西方就給台灣更加強的工具 但是 台灣的體量 少得多 少得多 你說美國會出兵 我相信就不會 我相信就不會 一直叫台灣頂 但是 台灣頂不頂 你之前 和你經常 用陸媒去麻痺台灣 這個烏漢人很抽得 我就是想問一下 那麼抽得 為什麼現在 都打不贏這場戰爭 是不是 那麼抽得 你說俄羅斯 軍隊豆腐做的 就說 那些人當作打機 打贏他 那現在誰 打不贏 不好意思 好像普京 比較多 最搞笑的是台媒也有報這宗新聞 他說有志男兒 爭雙重軍 赴前線保家衛國 是應該的事 但是 現在隨著戰爭陷入疆國 烏克蘭前線 原來他們就說 史相慘重 那奮戰現在的官兵 就打算 在後面有些人上前 但是前線真的不夠人 我們之前說過 相當缺人 那麼烏軍 招聘的 即是徵兵 很嚴重 越來越困難 有心入伍的人 很多都已經是入了 有些 就是 沒了人都沒了 身負重傷 正下來的民眾 很多都對重軍 不敢興趣甚至逃兵 原來 這個西梅也在烏克蘭街頭 訪問了 招募新兵的官員 他們慨嘆 沒辦法理解國家 被人這樣 進入了國門 依然有人自身是愛 現在累了 原來BBC今年 2月適逢 好兩周年 日前做了一個 在當地的訪問 原來戰火已經令到很多軍人 離世或者是重傷 還會 自願到前線的 烏克蘭新人 數量是很少的 很少 報道也直指 重軍熱潮退去 其實 BBC都說 烏克蘭 筋疲力盡 這是現實 你看他現在怎樣說 我們說過 換了習奴日內 就是跟這個大反攻 交別 Say goodbye 他就沒有了這個 什麼 因為習奴日內始終是 和了 和了 大反攻 你也可以說 是否拿去祭旗 你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怎樣都有人背鑊 原來 烏克蘭中部城鎮 切爾卡瑟 一名 是精兵官員 林逸 他就是 跟 BBC說 近期 只要 他一出現在街頭 當地的男子 就 退避三社 因為擔心招了他們當兵 更有若干的 社交媒體 就 報道 那裏有精兵辦公室 那裏有精兵 這裏有精兵 通水的 之後那裏有精兵 只要在社交媒體上 有人報道我們去當地徵兵 那些民眾就像雞飛狗走 好像 這些都不叫徵不了兵的人 打算逃了 當然逃不了 習奴日司機說發電郵都好像可以 以前說過 其實 就令到 他很失望 他就說 不明白 為什麼大家就是泰然自弱 戰爭 怎麼在天邊 真的不明白 似乎對這個民情 不掌握了吧 真的不明白 還是炸不明白 當看不到 不明白 為什麼好像天邊 戰爭很接近 他避得多久 戰爭很接近 也不是他現在上前線 他可以這樣說 他很年輕 現在習奈斯機換上徵兵辦公室的人 原來他只有24歲 曾經在前線作戰 這個林逸就說 這個是全面入侵 為什麼我們烏克蘭人好像不在乎 不是他在乎過大傷心失望痛 他眼中的人 很冷漠 令他覺得很受挫敗感 他認為現在需要團結 運回團火 怎麼找呢 我又想問問你 你之前這個大反攻的失禮 令到大家沒有信心 很難 火不火 我覺得短期之內不會有 所以他說的話 我覺得跟民心也有點遠 別人看不到誰會贏 就算 有一種心態就是 我投入更加多都是 沒錯 而且 而且你不斷是靠西方的援助 現在是減緊的 亦都是因為 之前的大反攻就 過了 人家怎麼支持你呢 他上過前線 他說 初初的時候 大家很團結的 好像手足一樣 然後林逸從小 就嚮往軍旅生活 你也有些主觀判斷 就說我戰爭剛剛開始時 他已經在軍中了 之後就是隱居擔任招募人員 為什麼呢 看到你可能有些人更害怕 因為他就說 在一次跟俄軍作戰當中就沒有了一隻手 沒有了右臂 不是手 是臂 楊過是沒有左還是右 好像是左 忘了 當然人家看到你 之後 他說 我也很想報效祖國 只可以做徵兵辦公室主任 但是 可能人家看到 主任 我不想像你這樣 那你怎麼辦呢 你怎麼回答呢 原來林逸 就在基庫周邊 和戰士 這個很厲害的烏東 蘇勒達爾是作戰過的 開戰後 首過夏天 他更加去這個很嚴重的地方 就是巴赫穆特 面臨著俄軍不斷的攻勢 原來在一次 俄軍的 空中攻勢當中 他就沒有了一隻手 沒有了手臂 他就說 現在我仍是隱隱作痛的 那林逸 他也承認當日 他就是屎裡逃生 但是知道自己沒有了一個部分 他也是很心痛 不過 也是覺得自己的幸存已經不錯了 不過他承認 是很辛苦的 很難說的 對於前線軍人的家屬 說真的 現在的自親 很害怕 好像一位 叫薩尤克 薩尤克 和他的丈夫近期 就從俄佔區的 這個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不是全部 他有些被俄羅斯佔了 原來就搬到中部的伊二平 伊二平之前也被俄軍佔國後來拿回 我想到 糟糕 他老公 很慘 那是什麼事呢 沒有了 而且他兒子 也是重傷 哎呀 原來在 在開戰 沒多久 曾經 遭到敵軍囚禁 那很糟糕了 沒想到去年 後來放了他 這個俄軍 但是去年秋天 他又是 糟糕了 踩雷 真正那些雷 不是假的 踩雷 作戰當中踩雷 因為你說過 大反攻為什麼他失利呢 他報了很多雷 讓老師還說 他自己說的 習保羅爾 第一道開了 大紀院還說第二道很快開 現在還沒開 幾個月前說 因為他暴了雷 所以 他就沒有了條腿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精兵辦公室主任 就沒有了 首兵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薩克游 他的兒子 也是當兵 亦沒有了條腿 當時 原來他老公 後來也有作戰 他幸好就安全回來 兒子已經沒有了條腿 老公也沒有了 我不肯 官員也說 原來當時 在阿夫迪耶夫卡 老超登死了 官員就說 原來 烏軍對俄軍是一比八 這個軍備更加不用說了 他現在是頂的 其實這個烏軍也算耐捱 說真的也算耐捱 當然他打算 不是這樣下去不行 所以就走了 他就向BBC 展示影片當中 他就說兒子 就沒有了條腿 他說兩個人 強顏寬笑 不過他說 反而他說不幸中大行 起碼 不用再 上前線 其實你看多慘 兒子沒有了條腿 他就說起碼不用沒有人 你想想 為何他們這麼害怕 為何他們這麼害怕 為何現在有示威是反扎尼斯基 因為 因為你 當然他肯定要堅持 不然他 他就可能做不到總統 但你堅持得多久 這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這個 以色列好東西 一波未搞定 加沙未搞定 四面是敵 四面是敵 原來敘利亞的官方媒體就說 以色列昨天 就對首都大馬士格的 住宅區發動攻勢 最少兩名人士是離世 這個也是以巴衝突以來 一個 是行動加劇造成最新的一宗事件 即是想勒埋 這個 震督黨 沒錯 你說震督黨一定是報偶的 不好意思 他一定說 原來 這個 敘利亞的國家電視台就說 最少兩個人 電視台之前也說 以色列發動了很多火箭 對準大馬士格 的 卡法索 財區 我們說過其實敘利亞是一個 曾經很偉大的古國 當然 人為很多事搞到那些文物 沒有了 很心痛 原來發生社記者也說 一棟九層 是西媒說的 不是 不是他一言堂 不是他官家的媒體 發生社也有說 就說 一枚火箭 射中了一棟九層高的建築物 外場大部分都已經黑了 被列宴吞噬過 受損部分集中在四樓 附近的車輛都波及 當然容容難難 當國已經把這個區域封鎖 消防員 打算救了多少人 這個市區的這個區 其實是很多住宅大樓學校 以及 伊朗文化中心所在地 其實沒有想著對伊朗文化中心動手 附近 有一個戒備深圓的安全機構大樓 去年二月 以軍曾經鎖定這個區發動攻勢 也導致伊朗的軍事專家 沒有了 原來以色列的攻勢 他們說是射中了一個大樓 但是當時不知道多少人離世 現在就知道最少兩個 目擊者也告訴西梅 他們聽到砰砰砰砰砰的聲 附近學校的學童就很害怕 之後就有這個救護車出現在 以軍有沒有評論呢 他沒有評論 既然你有什麼中心 伊朗文化中心 你知道他跟伊朗有什麼關係 可能就是他們動手的理由 在長達12年的敘利亞內戰當中 伊朗一直都是敘利亞總統阿薩德 的支持者之一 而伊朗對大馬斯格和黎巴嫩 什葉派民兵組織爭取黨的支持 亦都令到 以色列定期向他們轟 以色列就說 這個是壓制伊朗的一個 境外軍事力量的措施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壓制他 他把一些人推出 可能會搞你也不奇怪 好吧 這個就是第二側身分 其實他這樣搞 我相信也很難分 我覺得西方的盟友也有時間搞 因為你始終跟他貼一堆 貼一堆就麻煩了 好 這是第二側身分 最後側身分 這個也是一個 伊斯蘭的人口大國 當然 他之前的 前總理 有好戲劇性被抓了 我還記得有些人搶他 搶反 搶反 那是什麼人呢 就是巴鐵 中國露鐵巴基斯坦 那之前德國之星說 他們組不了 很難組成是 政府 你錯了 剛剛 巴基斯坦主要政府 就宣佈 是組成聯合政府 但是你知道 聯合政府 你說他會很順利 我也覺得很難 不過很搞笑 他們 是競爭對手 但是現在就聯合起來 因為他們有第二個真真正正的敵人 就是伊姆蘭漢 大家一起出來 對抗伊姆蘭漢 伊姆蘭漢已經入獄了 是不是 他的支持者 很厲害 實力很強 都湧出來 是的 其實伊姆蘭漢實力挺強的 我覺得是真心的 那些人真心 其實 他算是多有人格未來 生得英俊 有曾經 印巴人就很強打板球 伊姆蘭漢就是巴基斯坦 板球隊的曾經的隊長 年輕人相當是帥氣 巴基斯坦大選 差不多兩個星期 可能的新政府輪廓 現在變得清晰了 傳統政治對手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 這個 勒雅之派 和巴基斯坦人民黨 同意是權力分享方案 兩黨其實在選舉當中分別贏了75和54者 加上較少的盟友 在巴基斯坦議會 下議院擁有超過150席 早見政府 需要 在下議院 266席當中的134席 當然 伊姆蘭漢 現在他們說 繼續孤立伊姆蘭漢 你也可以這樣說 伊姆蘭漢就令他們團結了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原來 也是宣佈兩黨 就達成協議 組建聯合政府 雙方一致同意 是 推舉人民黨聯合主席 前總統 原來不是謝里夫做 原來是找另一個人 就是 這個 扎爾達利 是競選新界的 總統 同時 統一民族 運動黨 穆斯林聯盟 領袖派巴基斯坦穩定黨 亦同意組成聯合政府 最後來 巴基斯坦會怎樣呢 我相信是談得行的 但我覺得 最後來都會分裂 信不信 很脆弱 其實這樣說 是很脆弱 你對 是比較脆弱 是比較脆弱 當然謝里夫派和人民 黨就同意組成這兩個大佬級政黨 算是握手而和的 對國家來說算是好事 也是 但是他們亦說 巴基斯坦媒體亦說 伊姆蘭漢 他的勢力 仍然遭到孤立 雖然他遭到孤立 不過他也是枝奇 如果他真的有心 搞搞震 我相信 這個聯合政府執政 也很大困難 也很大困難 剛才我說謝里夫不一定 做總理 對不起 現在最新 的消息 亦說 原來謝里夫 將會再度出任總理 將會再度出任總理 究竟是否會回朝呢 你都可以這麼說 但是 都比動盪好 因為始終早了政府 你說他散什麼都好 都是叫政府 否則 你什麼都未確定 更多鬥爭 是不是 到時候 伊姆蘭漢那些 盟友可能會出來搞搞 現在有 聯合政府也比沒有好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